第十集 幽默大师卓别林 有幽默感的人 凡是健康思考 保持正面态度 在遇到困难时 容易化险为夷 天才幽默大师卓别林 曾被歹徒用枪指着头打劫 卓别林知道自己处于劣势 所以不做无谓抵抗 乖乖奉上钱包 但是他对劫匪说 这些钱不是我的 是我老板的 现在这些钱被你拿走了 老板一定认为我私吞公款 兄弟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拜托你在我帽子上开两枪 证明我被打劫了 歹徒心想 有了这笔钱 这个小小要求当然可以满足了 于是便对着帽子开了两枪 卓别林再次恳求 兄弟 可否在我衣服和裤子上 再各布一枪 让我老板更深信不疑 头脑简单 被钱冲昏头的劫匪 统统照做 六发子弹全部打光了 这时 桌别林一拳挥去 打昏了劫匪 取回钱包 喜笑颜开地离去了 我先钻了 小花 感谢观看